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华东区 特别结合了创新创业协会 在吉安乡的烟厂办理了意识一化教育研习的课程 期望透过活动的办理来带动地方管设的能见度 携手活化、公共空间、开启青年的大平台 为了顺应科技发展,掌握社会脉动 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华东区在日前 结合了创新创业协会 首次将研习课程移持到吉安乡复兴买烟厂举行 活动中也邀请到六位外线市专业讲师 带给会员及地方乡亲充实的意识及一化课程 感谢我们吉安乡公所我们的优俗真乡长 让我们可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利用青创在这个买烟厂的一个管理的身份 然后在这边来做这个统计会的课程 用青创来结合我们统计 来一起做公益 然后一起做课程教育训练 那结合我们总会的很多教育训练课程 像是一化 还有我们的一式课程 还有我们未来有培训一个私营的课程 还有记者的课程 我们都希望借由总会的资源 把外线市的一个资源 总会把教育训练的部分 还有未来再结合青创的一个 企业教育训练 然后还有一个培训 还有一个跟所有企业参访交流的部分 集合全部在我们的买烟厂 把资源带进来我们的吉安乡 花莲寺这样子 让我们的乡名跟我们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共生 做一个结合 我们看到一大早 就来到了我们的买烟厂 很开心我们的买烟厂 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乡亲 更多的青年 更多的好朋友来一起使用 学习在吉安 幸福在吉安 我们希望未来多元的创意 也都会在吉安 深耕着壮 超过50位学员 带着学习的心情 在忙碌的生活中 为自己充电 增进自身能力 乡长游淑珍表示 希望能从工部门出发 结合协会庞大人才资料库 运用买烟厂的公共空间 开启清创基地 提供专业经验 导入丰富资源 为青年发展寻求自我定位 带动青年回流 达到地方创生目标 并用青年与创意 为吉安湘奠定基础发展 记者徐立芹 吉安湘报导